一直以來銀色品都深受大家的歡迎 古人說新大銀健康富貴會相伴 不單是因為它有經濟價值而且美觀大方 最重要的還有銀色品可以去封殺菌 對人的身體健康非常有益 難道銀色品真的有這麼大的作用 今期我們的節目就一起去調查一下 老婆你怎樣?不舒服嗎? 可能是感冒 真是很流行 這樣我可以幫你煮雞蛋滾一下 什麼雞蛋都可以治感冒的嗎? 行了,我小時候想說雞蛋保密戒指可以去封 那不如你也去買感冒藥吧,快點好 那我如果吃多了也不好,我幫你煮雞蛋滾一下 嗯,那好吧 那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煮雞蛋 老婆,雞蛋都可以了,我幫你滾一下 嗯,是不是真的有用嗎? 可以的,沒問題 不要讓你看 對呀,真的變了食物 是不是真的可以感冒? 可以了,黑了就放了你,體內的蜂蜜 已經吐了 嗯 來吧,睡一下吧,回家吃一覺就好了 嗯 Hello,大家好,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我是琪琪 雖然現在已經九月份了,但是天氣還是很熱 在這個夏秋交替的季節,很多人還是會因為懷季而感冒 最近我就聽說,用雞蛋包著銀戒指,放在身上 又或者是臉上滾來滾去 如果銀戒指變色的話,就說明可以去封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下面,立刻展開我們今天的調查 可能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經歷 小時候感冒,家裡的老人就會煮雞蛋 挖出裡面的蛋黃,然後放在銀戒指那裡 用布包起來,在身上來回推 如果戒指變成黑色或者古銅色 那就可以說明,身體又封 而這種做法可以去封 不知道大家又相不相信呢? 你相信那個子彈包裹銀戒指可以去封嗎? 嗯,以前我奶奶有問我試過 應該可以吧? 我聽過的人說,以前的老人很多是流行的 信的,去封 我沒知過,我整天都聽人這樣說的 哎呀,我小朋友,我都跟他瞪眼睛 是啊,是啊,是啊,沒聽過 人家說,有封就會轉色 我們戒指,常常常真的會轉色 我都會轉色 這個是我方法,我知道整不整 不是感冒,只有一個小朋友是甚麼嗎? 是有風,不舒服 那順你順呢? 順,我不太相信了 從對色的採訪來看 雖然有不少人懷疑雞蛋包裹著銀戒指可以去封 但是大部分街坊都是相信的 傳言說,銀戒只會變色是因為身體有風 是真的嗎? 吊陳奇奇決定趁著去做個實演 不過在這裡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身體有風 說的是甚麼風 這個風在中一來是非外風或內風 外風就是自然界的空氣異常 像這個突然有狂風暴雨啊 突然有寒流啊,有這個寒風刺骨啊 這種現象,這種風就成為外風 外風的特點,只要是有幾個方面 一個就是,因為它很多發病以風為先導 所以說風為百病之障 如果風或者寒氣,風氣或寒氣 結合起來發病,就叫風寒 風和這個熱血病發引起疾病的話 就叫風熱 風濕也是和那個濕氣 本來濕氣的特點是濕氣一般是黏膩 容易朝下行啊,下走 它又結合了這些,引起了關節炎 子氣麻木啊,關節痛啊,臀重啊 這種現象就是風濕了 內風是,主要是由於虛弱引起的風 這年邊血虛可以引起風 陰虛也可以引起風 這種風也表現的症狀 好像有那個凍的一種感覺 回來會走動的,變動不遷的這種感覺 專家還說,傳言講的雞蛋包括銀戒指去風 一般來說是由外風引起風寒,風熱,風濕 了解了身體有風是甚麼之後 琪琪就準備開始調查 下面我們就要做個實驗 大家看到桌面上擺著有三隻剛煮熟的雞蛋 還很拿手的 同時亦有三隻很漂亮和很白的戒指 是我們新買回來的 在這次實驗當中,我還請到了三位志願者 來協助我完成的 分別是一號的志願者阿楓 二號的小寧和三號的菲菲 Hello,各位大家好 阿楓,據我所知你今天是否感冒 是呀,今天感冒很嚴重 是呀,看起來好像有些臉色不太好 你要多點喝水和要注意休息 是呀 而二號和三號的志願者是沒有感冒的症狀的 現在我就會每人給雞蛋和一隻戒指 是,自己可以拿 我們這次實驗是非常簡單的 首先,將雞蛋剝殼 然後再將蛋黃拿出來 對,拿出來之後 再將戒指放進去 各位,清楚了嗎? 清楚了 OK,馬上開始 在將戒指放入雞蛋之後 三位志願者就開始用布包住雞蛋 然後在他們的身上、面上來回滾動 十分鐘之後 再剝開雞蛋,拿裡面的銀戒指 看看三個戒指的情況 如果傳言說的都是對的 那就是只有一號志願者的戒指會變色 其他兩個戒指的戒指是正常的 八十分鐘的時間到了 我們現在馬上來看看這三隻戒指 到底會有甚麼變法 首先來看看一圖的志願者阿楓 對,打開看看 撈得很開心阿楓 對 哇,真的變了色 你看看 黑了 對,黑了 還有其他顏色,看看藍色 按照傳言來說 銀戒指會變色是因為 你體內的風已經被這隻銀戒指吸進去 所以才會變色的 那你現在有沒有覺得感冒好一點 沒有,只是 不過我有一點點不爽,我查了 還沒有? 真的不覺得會有甚麼變化? 不會 會不會是見喉悶快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先來看看二號好嗎? 好… 二號的小玲 我也變了色 甚麼? 為甚麼你的銀戒指都會變色? 但是… 我也會變色 真的 為甚麼會這樣呢?不奇怪 從我們的實驗結果來看 我們可以知道 一號的志願者的銀戒指變了色 這個當然沒有,是正常的 但為甚麼二號和三號的志願者的銀戒指都會變色 為甚麼會這樣呢? 這個結果真的是出人熱料 三個志願者的銀戒指都變了色 那是否可以說明 這三位志願者的體內都有風呢? 奇奇隨即帶著三位志願者來到醫院 檢查三位志願者的體內風寒、風熱和風濕的情況 到底我們這三位志願者的體內有沒有風呢? 我都很想知道答案 那待會呢 徐醫生就會幫我們三位志願者做一個檢查 看看他們的體內到底有沒有風 徐醫生你好 大家就想麻煩您幫我們三位志願者檢查一下 看一下他們體內有沒有風寒風熱還有風濕這些情況 好啊 好,謝謝徐醫生 徐醫生你好,我想問一下結果出來了嗎? 結果基本上出來了 徐醫生一號是風熱以外其他都沒問題 那我聽說呢用雞蛋包裹銀戒指放在臉上 或者是身上來會推動的話 如果銀戒指變色的話 那就說明體內是有風的 並且可以去風 那這個去風呢是因為銀戒指變色 把裡面的風吸出來了 其實呢在來之前呢 我們幫這三位志願者呢 也做過這樣的實驗 就發現這個戒指真的是變色了 那其實這是為什麼呢? 雞蛋包裹銀戒指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風呢? 不能說明 因為銀戒指變黑 只能從科學來講是氧化 中醫要認為有風的話 它有標誌的 風一般是為百病之障 它所有的病都會有風炎情 風寒呀 風濕呀 風熱呀 還有種種 各種都可以引起 它與那個流血都可以和風火 這個都可以活在一起發病 所以風是百病之障 但是風裡它有個特徵 它是一個是流動性 有個好像這個疼痛啊 有個在這裡有個爬在那裡 是個流走性的 在這個方面它這個情況 從醫學的道理上 沒有發現就你剛才是那個 雞蛋回到銀戒指變黑那種現象 專家說用雞蛋包裹銀戒指 放在身上又或者是臉上 滾來滾去的這種做法呢 並不可以診斷出 體內是不是有風的 更加不好說可以去風了 那如果銀戒指變色 不是因為吸走了體內的風 那是因為什麼呢?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 銀戒指和雞蛋接觸得是最多的 那銀戒指變色 是不是和雞蛋有關呢? 接下來繼續為你調查 為了查清楚 銀戒指變黑是否和雞蛋有關呢? 下面我們會做個實驗 我們看到在我面前 有三隻戒指和三隻雞蛋 以及一個煲的 首先我會把這三隻雞蛋煮熟 十分鐘之後 琪琪把三隻雞蛋撈上來 並且剝開漢 然後從中間對半切開 滑出雞蛋網 現在大家看到了 這三隻雞蛋的蛋白已經搞定了 現在我會把這三隻戒指 分別放入蛋白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三隻戒指 都是很白很有光澤的 那我現在先放第一隻 好 現在我們把這三隻戒指 放十分鐘 十分鐘之後 我們再來觀察一下 戒指的顏色到底有沒有變化 十分鐘的時間到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三隻戒指 顏色有沒有變化 首先來看看第一隻 我們可以看到這隻戒指 出現了三種顏色 黑色 古銅色 還有一點點藍色 而且給人感覺好像 三瘦的 我們再來看看第二隻戒指 哇 真厲害 這隻戒指出現三種顏色 這隻戒指 我只看到 這隻戒指 還有紫紅色 四種顏色 古銅色 黑色 藍色 這隻戒指 這隻戒指 黑色的顏色相對來說 會少一點 但是 這個古銅色的顏色 就比較多了 再來看看第三隻戒指 哇 這隻戒指 好像被人用火燒過 黑色 古銅色 藍色 這隻戒指 亦有三種顏色 為何這三隻戒指 會這樣呢 因為雞蛋裡頭呢 本身含有一些流化物 那麼我們把銀戒指 放到雞蛋裡頭的時候呢 接觸到流化物之後 銀馬上會形成一種 流化銀的這個保護膜 所以表面一看 整個銀白色的戒指 就會變成了 變成黑色 甚至有一些呢 也是 如果是形成一些氧化銀的話 就形成了一些中褐色 那麼所以我們看到 放在雞蛋裡頭的戒指呢 可能出來的顏色就 跟原來的銀白色是完全不一樣的 原來雞蛋裡面 包裹著銀戒指變色 並不是因為銀戒指吸取了體內的風 而是因為雞蛋裡面的流化物 和銀戒指發生反應 生成了流化銀 所以大家以後感冒病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用這種方法去風自感冒 調查到這裡 我們可以知道 用雞蛋包括銀色品 就可以去風的這種做法是不科學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發現 我們經常戴的這些銀色品 比如說頸鏈 手壓 又或者是戒指都好 通常都會很容易變色的 既不是體內有風 又沒有接觸到雞蛋 那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身上帶的銀色品會變色呢 銀色品美觀大方 一直都深受大家歡迎 除了做裝飾品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用處呢 千萬不要行看 廣告回來之後 一一告訴你 在上次節目當中 我們知道雞蛋包裹著銀色品 可以去風的這種做法是錯的 並且證明 銀戒指會變色系 和雞蛋裡面的流物質 發生了反應 生成了流花銀 那帶了身上的銀色品 會變色又是因為什麼呢 生活調查團繼續為你調查 平時我們戴銀色品 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因為它漂亮 很襯衣 如果銀色品變了顏色的話 就會影響它的美觀 在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很喜歡戴銀手壓的 但是戴著戴著就變了其他顏色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不如下一段時間 我們一起來請教專家 不同的人佩戴這個銀色品呢 都會發生不同的變化 那麼這是跟每個人的體質有關 也就是說跟每個人的 分泌的汗液的化學成分有關 有些人呢 汗液酸性比較大 所以這個銀色品呢 就會發生比較快的 發生了變化 那麼會變成一些發黑 發烏 或者是發生變成褐色 那麼銀色品 銀白色的東西變成黑色 主要是生成的是硫化銀 如果變成是中赫色這種的 主要是形成了氧化銀 那麼它們都是一種表面的 那麼這種表面的這個銀色 這種發黑和發赫的呢 是可以通過清洗啊 可以把它擦掉的 這是表面形成的一種氧化膜 專家說身上帶的銀色品會變色 除了跟人體分泌的汗液有關 還有一部分原因 是銀和空氣當中的流化氢 一氧化氮等物質發生了反應 增食了流化銀導致的 但為什麼有些人會越大越白 有些人就越大越黑的呢 有人就說跟人的身體健康有關 身體好的人就會越大越白 身體不好的人就會越大越黑 那又是真的不是啊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沒有什麼科學依據的 因為人體分泌的汗液不一樣的話 那就是跟每個人的體質是相關 不是說身體差的 我分泌的汗液一定是酸性 這種好像沒有什麼科學依據 原來身上帶的銀色品會變色呢 跟身體的好壞是無關的 而是跟空氣以及寒液當中的流化物有關 雖然銀色品就不可以去風 但是呢有人就說 帶銀色品對身體都還是有好處的 因為銀色品可以曬菌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下面我們繼續調查 在古代那些達官貴人 喜歡用銀器來裝食品 而在我國內蒙古一帶的牧民 也都會經常用銀碗來裝馬奶 因為這樣可以長期保存 並且不變質 也都有人說是因為銀可以殺菌 可以令到食物保鮮 難道銀真的可以殺菌 那你相信銀色品可以殺菌嗎 可以啊 因為我自己有帶啊 對 我不相信 不懂 這樣就不知道殺不殺它 我沒有聽說過這些事情 我沒有聽說過這些 我知道 我不相信 我這個沒有聽說 殺菌我就不知道 殺菌啊 我只要銀色品可以測一些有毒物質 但我是不是殺菌我就不需要清水 從採訪來看 很多人都不相信銀可以殺菌 銀究竟可不可以殺菌呢 接著來 我們將會為大家找出答案 到底銀色品可不可以殺菌呢 我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接下來 我會用實驗告訴大家 大家看到 現在台面上擺著 有三種一模一樣的銀戒指 同時也有三杯清水 這三杯清水 我們之前已經送到專業的檢測機構 進行細菌檢測 在我們這次的實驗當中 首先我們會將這三隻銀戒指 放入已經煮滾的水 煮一分鐘進行殺菌 第一分鐘的時間過去了 我們現在把這三隻戒指拿出來 好了 現在我們會分別放入這三杯清水 現在再扭緊這個杯蓋 完成 奇蹟在完成這一系列的實驗過程之後 將這三杯的水靜置在桌面上面 兩天之後再將這三杯水拿去相關檢測機構 檢測三杯水裡面的細菌含量 兩天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現在我要將這三杯水送到專業的檢測機構 進行細菌檢測 看看這三杯水的細菌含量能否減少 左掌 經過一系列的檢測 幾個顯示一號杯裡面的水 放入一口水 放入了银戒指之前,每100毫升含有8370個菌浪 放入银戒指之後,每100毫升含有5830個菌浪 減少了2540個菌浪 2號背入的水在放入银戒指之前 每100毫升含有7028個菌浪 放入银戒指之後,每100毫升含有3890個菌浪 減少了3138個菌浪 3號背入的水在放入银戒指之前 每100毫升含有7530個菌浪 放入银戒指之後,每100毫升含有4140個菌浪 減少了3390個菌浪 從這些數據來看,很明顯 放入银戒指之後 這三杯水的細菌含量的確是少了很多 就說明了銀飾品真的有殺菌的作用 那為什麼可以殺菌呢? 銀是一種,它的銀離子是比較活躍的一種離子 那麼對一些轉化煤這一類的東西 它都有抑制作用 所以在一些含有這些煤 一些菌的這些物質裡頭 銀離子可以很好地阻止這些煤的活性 所以形成給人的感覺銀就有一定的殺菌作用 銀離子有一定的殺菌作用 但是如果從現代科學來說 光靠銀來殺菌 我覺得是不能夠滿足現代生活的需要 原來銀可以殺菌是因為它的銀離子 可以強烈地吸附細菌體當 將蛋白煤上面的分肌 並且迅速跟它結合在一起 破壞細菌體裡面的蛋白煤 令到它不可以呼吸,喪失了活性 導致細菌死亡,從而起到殺菌的作用 因為銀可以殺菌,而且對人體沒有什麼傷害 所以目前在世界上已經有很多的航空公司 是使用銀製的雷水器的了 而且有很多國家的泳池也是用銀來淨化的 因為用銀淨化的水 不像用化學藥品淨化的水 會刺激游泳者的皮膚和眼睛 而在醫學上也會用銀來消炎和殺菌 調查到這裡 相信大家對銀積品有最一定的了解 最後我們在這次節目內容做個總結 第一,雞蛋包裹銀積品並不可以去風池地好 而放在雞蛋裡面的銀戒指變色 是因為跟雞蛋裡面的流化物發生反應 生成了流化銀 三,帶在身上的銀色粉變黑和空氣 以及是體液裡面的流 淡等化物有關 和人的身體健康無關 四,銀色粉可以殺菌 現在已經九月中了 接著來的天氣就會慢慢轉冷 所以電視機前的各位觀眾朋友 一定要好好注意身體 預防換貴感冒 如果有家人已經感冒 也不要再用雞蛋包銀這種肚方法 去風池感冒 是沒有用的 建議大家最好去醫院對症落藥 以免拖延時間造成感冒加重 這樣就不好了 好了,今集節目又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關注更多的節目資訊 記得要黏著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